指挥中心宣布 从5号开始 部分休闲娱乐场所将有条件开放 但高雄两间餐酒馆业者 提前偷跑被警方逮到 这两间餐酒馆都没有摆上隔板 防疫措施严重不足 业者违反规定 却扬称自己没有营业 是朋友聚会 甚至说因为刚装潢好 所以防疫措施才不完全 请求警方网开一面 但还是被置单举罚 进到包厢内 里头顾客还在忘情欢唱 店家随即上前制止 面对警方盘问开始狡辩 音乐音乐音乐 现在慢慢起客人都离开 不只开放唱歌 违反防疫规定 就连桌上也都缺少隔板 这下最正确凿 店家只能再三苦苦哀求 我们等一下先把音乐关掉 限制每一座人数 给我们一个晚上的时间 没办法 原来日前CDC宣布 5号开始将有条件开放 部分休闲娱乐场所 但前景区自强二路上 一间餐酒馆业者似乎等不及 在9月30号提前开放 还场设备 还变称只是刚装潢号 使营运防疫措施才没齐全 但人被原警自担举发 现行的防疫规定 并未开放视听娱乐设备 而同一时间 新兴区令夹餐酒馆 也偷跑被带招 我们没有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 好来来 遇上防疫机查 店家关掉音乐 整夜说瞎话 扬称自己没有营业 在那边问 大小声 没叫什么 原警截传他们 说歌声在门外听得 清清楚楚 店家顿时 哑口无言 讲话越发心虚 这不叫营业了 你那叫卫生叫公 当时店家表示 参酒馆内客人 都是自己招待朋友 一起来唱歌 才没放上隔板 也并不是违反营业 但由于客人互不相识 因此谎言马上就被识破 怀疑 其有营业的事实 还请卫生局来认定 距离开放 只剩下没几天的时间 店家怀疑有侥幸心态 想多赚一点 如今不但没赚成 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得不偿失 这高雄中的报道 下集完